最佳破音奖 第一位入围的是谢震廷 在谢震廷深情投入的演唱下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这声破音宣告着谢震廷即将迈入另一个阶段 这也是喜事一桩了 第二位入围的刘明峰将这个奖项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们马上来看看 我宁愿自己忘一下词 其实我不想破音 平时斯文的潘王子唱这首歌唱到生死历劫 他能否得这个奖呢 任风水寒流过的泪和寒 终有一天我又属于我的天 知道你尽力了潘王子 别难过 在你的立挽狂狂下 伤害已经降到最低了 各个有希望人人不想得的破音奖 谁会抱走呢 好 我们这样给三位一个扳回一层的机会 血耻的机会 就那一句 好不好 原来那一句凸致的 好来 劉民风 你们很过分 大家一起来供他们 有没有 五蝶一九 五蝶一九 狂恋这花 你却错过 我的年华 潘玉文先来 潘玉文 唱刚刚刘民风这两句 一定要的啦 因为你还好嘛 所以我们现场来试试看 预备 蝴蝶一九 宽恋这花 你却错过 我的年华 各位朋友 现在要来玩一段 大人欺负小孩了 来 可以吧 来 往前一步 预备 预备 预备预备 蝴蝶一九 宽恋一九 宽恋一九 你却错过 我 好好听啊 好好听 好好听 漂亮漂亮漂亮 刚刚那个高音是Maria Carey 或者是那个俄罗斯魔音王子Vitas 都上不去的 有上去的感觉 还好吗 刚刚的VCR不要播 这段可以播吗 不要播 不要播 好好好 那你先贿赂一下大魔王 马上有请我们的小玲老师来颁奖 小玲老师 之前在舞台上破音是很糗的一件事 对 可是我刚刚其实就想说可不可以更改这个得奖名单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来请宣布 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最佳破音奖得奖者 刘明峰 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颁奖 先颁奖 先颁奖 恭喜可以得到手机一支 我看看 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几亿个奖项 第一次没得奖的人比得奖还开心的 很开心没有得对不对谢震廷 没有我在懊恼刚刚的副音 好来刘明峰请发表得奖感言 这个假 这时候谁还有心情发表得奖感言啊 刘明峰可真难为你咯